亲爱的你好,欢迎你来到JC的塔罗牌占卜频道 今天为你准备的大宗占卜,让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祝福讯息 看一下在年底之前你会发生哪些好运事件呢? 会有哪些好的能量围绕着你? 并且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占卜打开自己的幸运磁场 当你准备好迎接幸运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那幸运事件就一定会发生的 希望我们对于当下有更多的感恩与期待之心吧 那今天分为三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 最左边是黄色组,最中间是粉色组,最右边是墨绿色组 每组牌卡我们今天以颜色来区分 哪一张牌卡的颜色让你最有感觉最想点击去聆听呢? 在我们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我们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 选择好之后点进去聆听就好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 请记得点赞,请记得分享 希望把这份幸运呢 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并且在聆听牌卡之前呢 请在公屏上面打出来 迎接好运这样的质量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吸收好运能量 接收宇宙祝福等等这样的一种质量 让我们来吸收今天视频的能量 让我们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吧 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 我开始为你做占卜解读了哦 现在选择左边黄色牌组的你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启示讯息是什么 我们一张牌一张牌卡的来占卜 首先第一张牌卡是热情 非常高兴的告诉你哦 在年底之前 你会让自己找到自己内心真正开心的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赢了一大笔钱 我们说赢了五百万好了 那这笔钱你会拿来干什么 你肯定拿来买买买 但是买买买之后呢 它能解决你生活中真正的烦恼吗? 尽管你可能认为买买买让你高兴了 让你兴奋了 但是购物消费之后 在你内心深处的那些伤透或者是不舒适感 那并没有办法被这些钱所解决掉 所以呢 财富和物质从来都不是生活满足的可靠的来源的 所以你会在年底之前去反思一下生活中 那些似乎占据了你精神内量的事情 你在担心什么?你在希望什么?你在希望什么?你深深的渴望着什么?你错误的相信什么会减轻你内心的挣扎?找到你心中真实的渴望?比如说小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小时候做什么事情是让你最开心的最快乐的最自信的?相信在年底之前呢你会不忘初心你会找到自己曾经的那一份热情 并愿意去选择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匠人精神 我们就会成为匠人一般的成功 因为我们对着一件事情会有足够的执着 足够的热情 足够的积极 足够的主动 我们不愿意去浪费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秒 仅仅是去挣那份工资 仅仅是活着而已 我们人类实际上呢是很有动物本能的一个物种 并且呢即使现在可能你没有工作 你一分钱不准 但是你都可以存活很久 因为你总是有办法找到那一口饭吃 找到一个地方睡觉 所以亲爱的不用太过于的担心金钱 思考一下自己的灵魂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今生想到地球来感受什么 除去金钱欲望物质的控制之外 你还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年底之前呢相信你会找到的 并且呢命运呢也会推着你去看到你灵魂深处的渴望 这一点是非常的好哦 其次呢在年底之前 你也会让自己保持着能量 保持着活力 不再去试图取悦别人 而是保护你自己的能量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能量频率的 也许是一房子 也许是草地 也许是一个工具 包括人类都是有自身的能量频率的 每次你与他人接触的时候 无论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还是杂货店里面的陌生人 你都会体验到能量的交流 有时候呢这些交流是非常微妙的 甚至有可能被你忽视 有时候呢这些能量也会让你感到不知所措 比如说 如果今天你一个家庭成员过得很糟糕 并且呢告诉你这一件事情 告诉你他心情是非常不美丽的 他经历了哪些不好的事情 你可能会对这种谈话感到不知所措 你可能会受到他的影响 感觉到不舒服 或者是筋疲力尽 即使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你只是听他给你讲 你都会感觉到很难受 或许呢 另外一个朋友 他在给你讲 他工作项目里面感到这种压力 他以这种发泄可能的这种状态来讲 给你听 但是呢无形之中 他就把他这种有压力的能量投射到了你的身上 所以也会让你感到他们一样的那种压力 所以呢 虽然说能量是看不见的 但是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 往往人类看不见的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空气 比如说能量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开始去注重保护你的能量 不受他人的影响 去确保自己有清楚自己的界限 你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和你感觉不舒服的人在一起 即使是家人 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 因为呢 在你爱别人之前 你必须先好好的爱自己 当自己首先快乐了 你才能把你的快乐的能量传染给别人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也会限制自己 或者去拒绝参加一些让你感觉到精疲力尽的社交活动 也许从这个社交活动上可以建立一些人吧 也许可以怎样 但是当下的心情是不舒服的 当时感觉不对的 你是不会去参加的 不会去为了一些潜在的可能的希望的一些事情 而让自己陷入到这种纠结的情绪能量之中 你会开始保护自己 更加的爱自己了 让自己的能量呢 更加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 在好的能量 创造好的振动频率之下 你越开心 当然幸运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 或者有的朋友呢 也会将自己的短信设置为静音 在你感觉到心情舒适的时候呢 再去回复一些工作啊 或者是没有太多营养意义的一些短信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是会好好的照顾自己 并让自己保持着这种开心的振动频率的 尽量远离是非 尽量远离不好的状态 你也会去选择走开 选择避开一些不好的不舒服的情况 那接下来呢 在年底之前你还会出现直言不会的状态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 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会压抑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会压抑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们怕说多了会说错 或者是呢 害怕伤害到别人 害怕自己看起来愚蠢 或者是害怕自己看起来卑微 或者有时候呢我们去做一些自我否定 我们不愿意因为一个想法 一个建议一个观察一个批评就讲出来一些话语 也许会觉得保持沉默是更明智的选择 但其实小心翼翼不如直言不会 做真实的自己 说自己内心的话语 让别人看见你的诚实 让别人看见你的真心 在当下的社会里面呢 我们很难见到一个想什么就说什么 很直接很单纯很有个性的人 也许他不会顾及别人的眼光 也许他不会顾及别人的想法 也许他没有太高的情商 他就是那么的简单 但是这种人是会被我们珍惜 是会被我们尊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自信的做自己 而你呢也会开始逐渐的让自己自信的 安全的大胆的去分享你的想法 同时呢你的这种感觉 你的这种魅力也会开始逐步的去激励自己周围的人 通过说出来呢 你会展示你自己的价值 你很高兴你很开心 你可以很直白的讲出自己隐藏的一些话语 因为你不愿意去压抑自己 你愿意释放出来 你知道真正尊重你的人喜欢你的人 不会在乎你在讲什么 那真正那些不在乎你不珍惜的你的人 而跟你有矛盾对立不同价值观的人 即使你说再优美的话语 他仍然是不赞同你的 所以呢 你会逐渐养成自己被尊重自己被珍惜的个性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就直接大胆的讲出来 甚至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年底之前也会大胆的去表白 不会想太多 不会想对方喜不喜欢你呀 会不会再不在意你呀 会不会拒绝你呀等等的 你要的是自己问心无愧 如果他拒绝你了 他拒绝的是一个珍惜他的人 是他的遗憾而不是你的遗憾 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也更加的干净 更加的利落 那更加的简单 不会有太多复杂的一些关系 不会有太多复杂的一些想法 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呢太过于的混乱 其实你在一个更加自我爱的进步的能量之上了 所以呢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不断的去生长 像这棵大树一样 我们从这个玻璃房里面长出来 当我们要突破玻璃房房顶的时候呢 肯定是有不适应不舒服的状态 当你离开自己舒适区的时候 进化就开始了 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自己的运势呢也不断的在增长 自己的身心灵呢也在不断的成长之中 可能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不适应的状态哦 因为毕竟呢要不断的去进步 不断的要离开一些旧的模式呀 一些旧的习惯 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行为 新的准则 所以有时候呢 自己有一点点的不舒适 但没有关系 因为你正在不断的这种进化 而且自己呢也会看到身边的人事物都在变得越来越微妙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自在 你自己也会越来越享受生活的 那么年底之前呢自己也在不断的去成长哦 可以看到呢 桃花运势 事业运势 还有我们的财富运势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见争的能量 那具体 我们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现在就用塔罗牌来告诉我们吧 首先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牌卡 首先出现的第一张牌卡呢 就是圣杯期 可以看到呢 在年底之前身边是有蛮多选择出现的 这些选择呢 好像每一个都看着蛮好的 有桃心 有钻石 有皇冠 有镜子 有眼镜 有咖啡 等等的 那种是觉得选择任何一项都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在这边的宇宙要指引你哦 当出现选择的时候呢 去选择一个你内心真实渴望的事件 这个与金钱物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抛开这些念想 你即使去做错了 也不觉得后悔的选择就好了 因为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希望 它都是让你创造人生不同的经历的 它都是在人生中的一段旅程而已 所以呢 根据自己的内心 根据自己的直觉去选择吧 你值得拥有的 除此之外呢 如果当下呢 自己在想法上面出现了瓶颈期 或者是在自己的事业领域上面呢 可能有一些狭隘 或者在感情里面呢 想去有更多的选择的话呢 没有关系 在年底之前 保持相信 保持信念 保持积极 会出现很多的机遇在你身边的 所以在当下呢 要想清楚 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目标是什么 不然出现机遇的时候 害怕你出现这种磨灵两壳 油油郁郁 然后呢 就错过缘分 错过机遇的状态哦 当下去思考一下 你的热情所在吧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世界这张牌卡 这张牌卡是非常完美的 好兆头的一张牌卡 代表着 在年底之前 你学会了相信宇宙和你自己 你学会了在需要的时候呢 要去做一定的妥协 要去做一定的改变 同时 你也学会了使用你的直觉 和控制你的激情 现在你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面 请继续前进就好了 世界这张牌呢 也鼓励你哦 你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情吧 它会引导你去实现你的梦想的 请相信你自己 充满信心的向前迈进 因为你很快就会 看到你的梦想即将被实现了 或者有的朋友 已经在不断的去实现自己小目标上面哦 你最初的精神之旅已经结束了 现在你开始去准备好 迎接新的事物的到来了 而你之前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一切呢 都会将你带到一个成就的新地方 你正在开启你人生的新篇章 你的下一次精神之旅 将把你带到一个新的水平 勇敢前行并且赋予自我更多的自信心吧 除此之外呢 世界这张牌卡哦 也代表着你最近是有旅行运势的 在年底之前呢 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旅行哦 在旅行途中 你是会有很多意外之喜发生的 或者是有很多顺畅的一些事情 也许有陌生人会帮助你 也许会认识到一些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朋友 也许呢 是在这种道路旅行之中 搭捷运啊 搭飞机啊 都会准时准点 或者是呢 即使你有延误了几分钟 但是呢 幸运的是 他们都会等待着你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 去旅行 去享受世界 去多走一走 去多看一看吧 你会吸收到蛮多的正能量 你也会让自己呢 更加的脱胎换骨 更加的享受你的生命 享受你的生活 你也会吸收到很多 不是你的东西 不是你的讯息 不是你的文化 会让自己的视野呢 更加的开阔 第三张牌卡 权杖骑士 这张牌卡呢 我们感受到的能量是 冒险 急速 征服 勇敢 无畏 可能你现在正在找 自己的人生意义 也可能你希望呢 去渴望一段新的里程 如果你打算去离开 你打算开启新的职业 新的事业 或者是新的计划 那就去做吧 尤其是当你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 很快你的世界观将会变得更好 当然在我们在转变自己思想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对未知多多少少有一些恐惧 多多少少有些担心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现在牌卡告诉你 不用想太多 你就去做就好了 你是有足够的行动力的 你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去尝试体验全新的事物的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去过国外 你很可能很快就会听到好的消息 也许是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想邀请你出国旅行啊 或者是你突然有了出国工作 出国就业的消息 如果你愿意为之而努力的话呢 魔杖其实告诉你 你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的 这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发挥你的潜力 你只要全力以赴 通过你自己的激情 通过你的上进心 通过你的努力 你就可以去完成心中的目标的 你需要开始去抓住更多的机会 开始对提供的东西说是 那这边呢介绍大家看一部电影 就是Jean Carey的Yes Man这部电影 当你看完之后呢 会有一定的启发 现在呢就希望你可以做那个 Yes先生或者是Yes女士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走出你自己的外壳 你就会获得成功 你就会看到其实你有更多的才华 其实你有蛮强的能力的 其实你是可以 只要愿意去尝试 只要愿意去踏出自己的舒服圈子的话呢 你是有很多机会 你也是很幸运的 这张牌卡呢 以及我们的事业牌卡呢 也会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哦 如果你要去远方 或者是你要去尝试 进入新的人生发展阶段的话呢 请你减少对自己的困扰 对自己的怀疑 而是去做 去热衷于它 去投入的话 你就会有积极的能量 你的事业 你自己的人生状态 就会不断的进步 你自己呢 也会不断的去激发你的潜能的 所以你会有大幅远动 这样的一个能量 你也会可以通过你的行动呢 去克服万难 最终控制你生活的方向 最终让自己创造幸福的能力的 年底之前哦 你的行动力都很强哦 好继续 我们这边出现的 权杖六这张牌卡 那么代表着在年底之前 如果你想多多去参加一些社团 多多去参加一些活动 多多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的话呢 你是完全可以去参加很多的派对的 你是可以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 你是可以让自己参与到积极的氛围之中 并且呢 你也是有乐观和正能量的感染力的 年底之前呢 你都会非常的有人气哦 但是不要过分的骄傲 保持着谦虚 保持着分享就好了 在朋友之中呢 你也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 你会在工作或者是上学的时候呢 很容易结交朋友 同时呢 也可能有一些旧的老朋友 会给你进行联系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会处理的非常的 互尊互尽 会处理的很好 而且呢 也会得到别人的肯定 会得到别人的赞扬 甚至 有几个人还会跟随于你哦 因为是多多少少对你有一些崇拜 多多少少是想从你身上去学到一些经历呀 学到一道经验呀 或者是呢 你对他们有一些兴奋的影响 让他们愿意追随着你 或者是让他们愿意呢 非常的去肯定你 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 其实非常的好 另外呢 在健康上面 你也可以放心 年底之前呢 自己不要对于健康有任何的担心的状态 你只要善待自己就好了 只要让自己呢 生活更加的规律 只要让自己呢 吃的健康 睡的充足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那么在灵性上面呢 只要你保持这种简单 保持生活的简洁 生活中做一些断舍离 让自己的家居环境更加的干净 更加的整洁 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呢 也可以大胆的接受 也可以大胆的拒绝 让各种关系都更加的简化 不再把事情复杂化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灵性呢 也是保持在一种干净利落的状态的 最后这张牌卡是太阳牌卡 也是非常棒的一张牌卡 我最喜欢的牌卡 太阳呢 就代表着你会在年底之前 像太阳一样的闪耀 无论你做什么 成功都会跟着你 你的人际关系是快乐的 你的事业是充实的 你也正在享受着周围能量 周围环境对你的认可 无论这张牌卡代表着什么方面 可以告诉你在年底之前 你都会是积极而丰富的 现在呢 你充满活力 充满乐观 世界呢 就是你自己所掌控的 所以只要保持着你的力量 让自己不陷入到任何消极的能量里面 不要去担心不要去焦虑 很快呢 你就会看到周围的一切都会达到自己心满意足的结果的 在爱情之中呢 如果你目前单身 那么多多的去走出去 多多的去参加一些活动 让自己发光 你对周围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你的能量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为太阳就是非常的灿烂 就是非常的和谐欢乐的 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吸引到热情 或者是跟你三观相同 很合拍很合适的人哦 如果你目前已经在恋爱关系之中 那么你和你的合作伙伴关系呢 将可能会出现开花结果 这样的一种能量 你们越来越亲近彼此 而且呢会让你们感情里面更加的充满乐趣 更加的充实 更加的快乐 更加的甜蜜 对方呢 可能会想要跟你有成多 或者是建立更多浪漫罗曼提克这样的一种想法 现在的你又会越来越有魅力 而且也会越来越有影响力 所以呢你可以用自己这种充满光芒的能量去激励别人 如果你在年底之前多多的去助人为乐 那多多的呢去给别人一些正向的引导啊 一些帮助啊 参加一些慈善活动啊 参加一些慈善的这些事情啊 去做一下义工啊等等的 你会把你的丰富 把你的温暖 把你的快乐去带给别人 在你追求高震动的生活之后呢 你也会给自己增添更多的福报 除此之外呢 在年底之前你跟小孩子也蛮有缘分的 这个小孩子呢 也许有的朋友你是想要有怀孕 或者是你是想要去生小孩 那么恭喜你哦 在年底之前都会有很大的几率 让自己怀孕成功 或者是让自己在生产的时候呢 非常的顺利哦 小孩子会很健康 宝宝呢 也是会很漂亮 很健康的 除此之外呢 有的朋友如果说 你没有任何怀孕生子 这样的一种想法 代表在年底之前 你内心的小孩会被你显现出来 因为你不会再去顾及别人的眼光 顾及别人对你的看法 而是做最单纯的自己 做最享受 最无忧无虑 享受生活的自己 非常的高兴 那么在金钱上面呢 也没有任何太多担忧的一些地方 反而想增加更多的金钱 是会有更多的兼职 更多的选择出现 想增加更多的感情 当你愿意迈出自己的步伐的时候呢 也有蛮多的一些机遇 或者是蛮多的一些机会出现的 总之呢 只要在年底之前去行动 想的少 做的多的话呢 并且保持正能量正面的话呢 你会获得成功 你会获得圆满 你会获得开心的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 宇宙给你的祝福 给你的礼物 其实是满大的 请你享受其中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的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亲爱的 选择粉色排除了你 我们来接受一下 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 首先呢 你选择的这张牌卡是空间 宇宙指引你哦 你的生活质量 与你从生活中去除的东西有关 而不是你添加的东西 你要的欲望 你要的东西越少 你家里堆放的杂物 你办公桌上堆放的东西越少 你整个人呢 思想会更加的有逻辑性 你整个人的能量呢 会更加的干净 更加的纯粹哦 如果你在一种极度杂乱的空间里面呢 当你不把自己的东西收好的时候 当你没有地方去整理它们 放它们的时候 它不仅会影响你自己的幸福 也会影响与你一起工作 或者是生活 或者是靠近你的任何人的幸福 所以不要去让自己的家人或自己的同事 不断的抱怨你 看见你的这种不干净 看见你的这种不整洁哦 除此之外呢 一张平摊的纸和一张柔宁了的纸 放在桌面之上 如果你都不去动它们 它们产生的磁场产生的能量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亲爱的 在你的衣服上面呢 也请叠干净 在你的书柜上面呢 也请做一些断舍离 不要让家里面去收集很多不需要的一些旧物 可以做一些整理哦 哪一些东西是你长久都没有去碰触过的 在以后也不会去碰触过的 为你没有产生价值的东西 可以去捐掉 可以去扔掉 希望呢 可以在你的自己生活之中 去做一些清理和整理的状态 这些有助于改善你自己的生活 也会让自己不出现任何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家里面的东西短放的很杂乱 如果你是一个囤积者的话 如果你收集很多旧的不需要的物品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让自己的空间变得很困难 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灰尘 甚至是有一些霉菌的堆积哦 而这些方面呢都会让你产生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的 在你自己的空间 在你自己的家里 在你自己的办公桌上呢 去做断舍离 让这种干净的空间 干净的能量 去进入到你自己的生命之中 去进入到你的磁场之中 这其实是给予自己更好的礼物 你要知道哦 如果你家居越少 你使用的东西越少 你看见的触碰的东西越少 那你身边出现的麻烦的琐碎的事情也会越少 如果说你有太多的杂物 或者是你自己呢 并不是一个很喜欢收拾整理的人 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会出现很多的麻烦 会出现很多的误会 会出现不同的这种小人 那么你自己呢 生活之中也会有很多琐碎的 小的麻烦的事情不断的出现 所以亲爱的宇宙指引你哦 现在听完视频之后 就去做断舍离吧 这样之后呢 在年底之前 宇宙就会有更多积极的美好的能量 可以进入到你的磁场 进入到你的空间之中啦 接下来第二张牌卡就是主权 你是你生命中的国王或者是女王 其实你是可以拥有王的气质与主权的 相信自己并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生活并不总是按着计划进行 或者有时候呢 会有你无法控制的负面事情的发生 但是别忘了你自己是你世界的王 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提高 并且知道自己的价值 然后呢去做任何的决定 去做任何的选择 并且高傲的去生活的 无论你生活中发生什么 你都是可以去做任何事情并实现你的梦想的 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阻碍你 你是完全可以挑战成功的人 宇宙告诉你哦 你是完全可以实现你自己的美丽和你的力量的 在年底之前呢 你是可以去拥有拒绝任何失败的想法的 王是一种心态 所以无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现在发生了什么 提醒自己 这只是你人生过程的一部分 而不是你生活中永远的故事 你没有失败 你只是在一路上有一些绊脚石而已 所以告诉自己你将克服生活 抛给你的任何的东西 并从中幸存下来 因为这正是王所该做的 如果你可以像王一样的去思考 王一样的去选择 王一样的去行动的话 那你必定可以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主宰者 同时呢 也希望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自己 你是独一无二的 绝对没有人会像你这个样子 无论你身在何处或者是做什么 都要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价值观保持自信 无论你是走进一个人满为患的房间 还是在社交媒体上流来你的信息 你要记住 成为王并不是一场比赛 你是王并不意味着你周围的其他人 不可能成为他自己世界里面的王 你的朋友也可以成为女王或者是国王 你不需要从他们那里夺走你的王冠 而是你知道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同时也尊重别人做他最好的自己 在灵地之前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事情 但是宇宙指引你 请不要成为一个追随者 你不用去随波逐流 你不用去符合大众的标准 你不需要向人群向社会的游戏规则低头 你可以做你自己世界的计划者 规划者 你可以修建自己的城堡 你不要让自己轻易的去受到一些影响 不要因为仅仅感到压力 或者是其他人都在做某些事情 而你必须要去做 希望呢你可以做出对你有利且正确的决定 在年底之前呢 当然会有一些命运的事件推着你 让你去看见实际上你是自己生活的领导者 希望不论出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你自己的价值 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者之前 首先要站在成功者这样的一个高度去思考 高度去行动 并坚信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者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 你就会始终为自己争取最好的东西 没有什么野心太大这些事情 所以你该有多大的梦想 你就去梦想就好了 不要害怕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永远不要满足于更少 不要满足于你的关系 不要满足于你的教育 不要满足于你的梦想 不要满足于你的生活 因为王永远不会要求低于他知道自己应得的东西 你可以得到更多 你可以让自己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更加的甜蜜 更加的互相尊重 更加的有互相支持的能力 你可以让自己的文化 让自己的思想程度更加的有修养 那更加的不断的去吸收 你可以让自己的梦想更大 实际上你是可以成为王这样的一个人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话 那你就真的是做不成 先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度上面 你是完全可以去完成的 宇宙告诉你 你是有足够的能力 你是有自己的主权的 非常棒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反叛叛逆这张叛卡 其实人们在自己的人生阶段中呢 是会有不同时期都产生一些叛逆感的 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并不没守成规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叛逆者呢 他肯定是有不同的表现的 看到在年底之前呢 也许有的朋友会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非常鲜艳的颜色 也许有的朋友可能会穿一些非常捧客摇滚的衣服 可能会去尝试不同类型的衣服 或者是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或者是去阅读一些有争议的书籍 那也有可能呢 会去不再坐捷运 不再打车 而是去骑摩托车 或者是去骑自行车 或者是去搭配一些很另类的一些配饰 会让自己成为比较叛逆的一个样子 但有的朋友呢 可能不会在自己的衣服 自己的发型 自己的外在上面去表现自己的叛逆 而是在自己的思维方式上面去表现自己的叛逆 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女人应该在25岁之前结婚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女人应该在30岁之前结婚 那么有的人呢会觉得应该在40岁之前至少有房子 有两个孩子等等的 但是呢 你会反抗于这些社会规范 你会反抗于必须要结婚 必须要有房 必须要有孩子这样的一种压抑这样的一种思想 你会觉得自己内心渴望的一些事情 不会在乎别人的一些规定 你会勇敢的做自己勇敢的去抗争 也许跟父母的想法去抗争 也许跟大众的一些标准去抗争 有可能呢 你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叛逆 但是正是人是有这些叛逆的思想 世界社会才会进步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创新者 他们都是逆流而上的 他们都是追随梦想的人 也许可能别人觉得他们是疯狂的 或者觉得他们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呢 他们成就了自己的不同 他们成就了更多的一些不可能的可能 所以亲爱的 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在年底之前 通过你的穿着方式啊 通过你对发型的选择啊 或者是你拥有的东西去表达你自己 这些物品呢 可能只是反映了你的这种喜好 也许这些喜好是有争议的 也许是非常规的 也许让别人觉得奇怪的 也许你可能会加一个纹身啊 或者是穿很奇怪的鞋子啊 但是你敢去与众不同 你敢去让自己更加的积极 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消极的一些远光 你不会取决于别人的评论 或者是别人的临时 你也不期待在别人的判断中得到任何的反应 你会选择自己很喜欢的能量 很喜欢的状态 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对于错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输或者赢的 只有自己的这种感受 你会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 哪怕你做一个叛逆者 哪怕你做一个别人眼中的疯子 都是好的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 做独立独行的自己吧 你会非常的有魅力的 当你真正的敢于做真实的自己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去说自己喜欢说的话 尊重自己的权利 尊重自己的人格 尊重自己的生命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 你会很好的享受你的人生的 你的人生将更多的丰富 更多的精彩 你也会保持着更加时尚 更加年轻的活力与心态的 不陷入到一种固定的 封建的传统 老旧的这种思想 这种规范之中 正是有你这样内心的人 世界才是会不断进步的 宇宙祝福你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是 重新评估 世界是复杂的 是日新月异不断的变化的 而我们脆弱的头脑肯定是非常不完美的 我们目前所有的信念都不太可能 真正的是在一种正确的状况之下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评估 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头脑中 很多时候的逻辑呢 实际上都是有一些错误的 我们可能会去要去学会改变一些主意 并且呢要选择保持极大的开放和宽容的状态 在思想上面呢 更加的大度 更加的去愿意接受一些新的思维 就像我个人我是很喜欢和年轻人接触的 我相信越年轻的人 他的思想越有觉悟性 他会看到很多年龄大比他年长者人身上的一些毛病 或者身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呢 在你年底之前呢 你也会保持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会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也会不断的去思考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进化 让自己的想法呢 更加的有智慧 不会太过于的执着 不会太过于的固执 当然你可能呢 也会让自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 改变主意的话呢 实际上是真正强大 很有好处的 让自己不会成为一个非常顽固的人 让我们呢 可以接收不同的文化 接收不同的信念 接收不同的思想 从而去转变到更好的一个思想角度 去决定 去行动 去判断 亲爱的 那么在年底之前呢 你也不会固步制风的 这一点很好 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好奇心 多去倾听不同年龄 不同等级 那不同环境 不同教育 文化背景的人的一些思想 并且呢 从中去吸收 从中去更加的智慧 让自己再更加的明智 去做一些思考 明智的去做一些判断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是有蛮多的 进步的 会更改自己生活 这样的一些坏习惯 会愿意坚持做自己最有价值的事情 并且呢 也愿意不断的去变得更加的完美 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方案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塔罗牌给我们显示 具体我们可能会发生那些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们先来展示一下我们牌卡 首先我们这边五张牌卡里面 四张牌卡都是五角星 土的能量很强 那么在你的金钱 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学业运势之中呢 是有比较强的能量的 首先五角星四这张牌卡表明了 物质商品和财富形式的安全感 那么在金钱上面呢 你没有太多糟糕的能量 不会出现太多的一些流失 不会出现太多的一些浪费 你是在金钱很稳定的状态之下 看到呢在金钱上面 你会更加的节俭 你会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去看到这个商品 到底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价值 不会因为一时的喜欢就去买买买 不会因为要换季节了 那跟随当下的时尚潮流就去买买买 也不会受到这种任何商业商品商家的诱惑 这一点是很好的 因为你会开始去着重理财 你也是打开了即将富裕的第一步 从节俭开始 你就再尝试去理财了 希望自己能有更加的储蓄 当有更多金钱之后呢 当有很好的一个投资时机的时候呢 你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 在金钱方面 你不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很不好的境地 你会让自己的金钱情况大幅的改善 有的朋友如果你最近哦 在金钱运势上面很艰难的话 那么我们出现了五角星四这张牌卡 也是一张很好的运势 显示你的金钱呢 不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会开始运势上升 会开始有更多的一些储蓄了 至少在你的思想 在你的行为模式上面呢 不会有再多金钱的流失了 而是会具有更多的一种安全控制的能量 无论如何在金钱上面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稳定的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收益 一些收入 可以让你享受很舒适 很和平的生活状态 那么这张牌卡呢 也显示着在工作岗位上面 你们是稳定的 不用担心害怕被辞退啊 或者是不用担心害怕出现一些意外之灾的一些事情哦 另外在学业中的朋友 你的学习成绩也是比较稳定的 可能不会有很高的提升 但是也不会有低落下去 所以保持你当下的进度 保持你当下的这种心境跟发展状态哦 在金钱上面呢 是会积少成多 越积越多 也是在一个很好的积累之下的 接下来我们这边的圣杯酒出现了 很满足的一种能量哦 你会很接受你自己处境的状态的 你会感受到一种更温和 更舒适的幸福形式 让自己呢 对每天都保持着感温之心 并且做任何事情 你都会跟随自己内心的一些决定 不会太过于用头脑去思考 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跟着自己的情绪走 跟着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去走 去选择自己真正希望的 期望的一些事情 无论你现在是怎样 怎样的一种状态 你都会觉得 这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而已 只是一个阶段 所以自己呢 不会有任何的比较 不会有任何的好坏的情绪哦 只是想去有更多的感受体验 所以心态呢 是特别的好 是一种无论当下发生什么 你都张开双手去拥抱 去接受 去体验 去品尝 在这样一种能量之下呢 自然而然积极的心态 会给你带来积极幸运的一些事情 除此呢 你也不会去被别人的称赞 或认同所影响 你不会顾及别人的眼光 你会提高对自我人生满足感的心理状态 不见得非要去有一些很宏伟的一些事迹啊 或者是自己要去赛幸福啊 自己要去让别人羡慕啊 有一些种虚荣心啊 而是呢 即使生活中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你都会让自己更多的心满意足 哪怕是可能你正走在马路上 突然有一缕阳光洒下来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都会觉得自己是幸运 自己是被阳光普照的 这种感觉是很强的 所以内心呢 充满很多积极的正向的这种信念 这种信念呢 当然会给你带来好的人缘运势 当然可以给你带来一些 像你有一些清新 有一些欣赏 有一些想要表白的人哦 会有喜欢的人在你的身边 不管你是单身 还是你已经在恋爱之中 看到呢 在人际关系上面 你的优点都会被别人看到的 而且会有人呢 希望跟你有更多的联系 希望跟你呢 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或者是更多的约会 想了解你更多 想跟你建立互相信任的友谊关系 那么对于单身者来说呢 也许有人想先跟你成为朋友 慢慢的也许有可能发展成为爱情 而这个人呢 他是有圣杯国王这样的一个品质的 他是热情的 诚实的 大方的 善良的 公平的这个人 有时候呢 他可能会比较感情用事 有可能有时候呢 他是比较情绪化的 但是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一个人 一旦他遇到某人 对他有感觉 有演员的话呢 可能他希望跟对方建立持久的关系 这种关系呢 是有可能成为保护者 是有可能成为可以沟通的陪伴者 而这个人他其实是可以成为优秀的同事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合作伙伴的 无论是在恋爱上 还是在商业上 他都是有高规范规德标准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比较有好的社会品质的人 他非常的聪明 而且呢 很善良 很自信 跟他相处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比较平和 他是有一定的包容度 一定的理解力 一定的支持性的 不会是一个思想太过于冷酷 太过于对立 或者是矛盾的一个人 他更多的是充满着爱意 充满着友善的 这个人对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 都有着深刻的理解的 无论你是一个叛逆者 无论你是一个非常朋克 非常摇滚的一个人呢 他都是会愿意接受 因为他不会以一个人的外表的穿着打扮 去评论这个人 而是呢 通过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觉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频率 大家是否在同一个频道上而去判断的 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直接 注重自己感觉的一个人 除此之外呢 他做事情 他的判断力也算是比较公平公正的 不会太过于的去占别人便宜啊 或者是对别人有任何的企图之心 有时候呢 甚至是可以自己吃亏 让别人获得好处的一个人 是算比较有素质 比较正直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可能会出现在你的感情之中 这个人呢 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这种同事之间 也可能出现在你的这种同学之间 他对你呢 是一种比较欣赏 想要跟你有更多互动的联系的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五角星二这张牌卡哦 宇宙也会祝福你 在你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 会有蛮多的你来我往状态的 那可能会有很多网路上面的通信啊 或者是有蛮多的邮件啊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是可以建立更多的亲密联系的 也有可能会收到来自远方的问候 也许你的朋友 他在远方思念着你 希望呢 给你有更多的这种互动 更多的一种了解 那他呢 可能也会给你传来一些好的讯息 会对你呢 有一些嘘寒问卵 会跟你呢 有一些视频啊 网路电话的 所以让你看到 实际上呢 你是被人惦记 你是被人思念着 实际上呢 你身边是有人喜欢着你 是有人呢 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的 除此之外呢 在宁敌之前 也是你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好时机 也是你可以跟远方的朋友联系的好时机 你会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更加舒适和谐的收获的 除此之外呢 你给困境中的人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的话呢 或者是给别人一些积极的建议的话呢 会建立好的人脉 也会给自己带来好的福报的 在金钱上面呢 也是不缺钱 至少来说是非常平衡的 左手出 右手也是可以进的 不会是有这种 钱只出不进 或者是只进不出 这样的一种能量 是在一种非常舒适的节奏之下 金钱运势不错 因为我们这边呢 还出现了五角星石 这张牌卡 这张牌卡呢 代表着传统 代表着舒适 代表着家庭 代表着成功 那么在年底之前 你的家庭运势也是非常好的 可能你的家人会给你金钱上面的支持啊 或者是呢 给予你一些很好的一些帮助 那让你呢 事业稳定 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安逸 那更加的踏实 也有可能有的朋友会去继承家庭的事业 或者是呢 家族的人会帮助你搭建一些事业 上面的一些桥梁哦 你的家人会给你很多的力量 即使他没有给你很多金钱 但是如果你遇到困难 或者是遇到心绪 不安宁或者是悲伤的时候呢 跟家人多做一些联系 他们的一些可能温暖 他们的一些能量 他们的一些关注 都会给你很有强有力的力量 让你摆脱消极的能量 让你有更多的期待之心的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呢 多和你家人联系哦 你会获得很多幸运的能量的 你也会获得很多自身心灵的帮助 让自己呢更加的健康 除此之外呢 已在恋爱中的朋友 有可能你的伴侣哦 已经在年底的时候呢 会想跟你建立家庭 有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或者是有可能你会怀孕 会有要有宝宝 这样的一种状态哦 是有能力建立家庭的 是有能力建立美好生活的 如果你已经在婚姻之中的话呢 那在年底之前 这一段时间都是家庭很和睦 其乐融融 那不用担心金钱 不用担心物质 不用担心任何不安定的成分 你只要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节奏就好了 让自己呢 让家人呢 都是身心灵更加的健康状态的 在单身中的朋友 有这边有好消息哦 在年底之前会有桃花运势 而这种桃花运势呢 更可能是正桃花 可能偏桃花出现的机会不多哦 而是出现真正想保护你想照顾你想对你有责任心的人 想跟你建立真诚信任的关系的 所以呢 也可以多多的走出你的家门 或者是呢 也可以多多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魅力哦 除此之外 总体的来讲 在年底之前你的金钱运势和感情运势都是不错的 人际关系上面呢 也是会很稳定 会很和平 不会出现争突啊 或者是矛盾啊 即使可能当下跟自己恋人出现一些小小的争吵 但是这种争吵之后呢 会更加的懂对方 会更加的爱对方 而不会做些感情破裂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好好地享受你的生活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干净 舒适 干脸 整洁 简单 就好 享受你的每一天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在地区玩得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亲爱的 选择最右边第三支牌组的你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是什么 你首先呢 会在年底之前展示你自己的真实性 实际上人类是我们喜欢与人相处的社会动物 特别是因为在史前时代 我们必须被我们的部落所喜欢 否则我们将赶出去 并可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但是现在情况并非是这个样子了 有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很在意 会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这是基因带来的 时代现在已经不同了 人类社会也是在不断进步的 所以你不会再去顾虑别人对你的看法 别人对你的想法 与其让别人看好 不如说让自己活得更加的好 虽然可能外表很重要 但能否活得漂亮才是最好的本事 你在年底之前呢 会开始对自己诚实 愿意做独立独行的自己 只要自己高兴不去犯法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期待 一切呢都是可以被你掌控 被你选择的 人生很短 短到让我们只能活一回 那别浪费时间去实践别人的期望 所以小孩子的喜乐哀乐是写在脸上的 成年人的离合悲欢实际上是长于心底的 但长得太深了 就变成了隐忍了 而一再隐忍下去的话呢 就会让自己留很多的遗憾 就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 就会让自己越来越不舒适 所以你会在年底之前更加的释放自己 更加的开放自己 你知道人生总是有不如一的事情的 但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 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事情总会过去的 难过的时候该哭就哭 开心的时候该笑就笑 让自己活得真实一些 才是最有意义的选择 不需要去随波逐流 不一定要遵守社会的规则 比如说如果你30岁还没有结婚 你就很着急 着急什么呢 你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你的着急可能在于社会 在于父母 在于别人给你带来的压力 并不在于你自己真的想去结婚 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 真正想让你结婚的人 所以无形的会用一些其他的道德 来捆绑你自己 或者是如果你35岁还没有买房 你就会有挫败感吗 而这种挫败感实际并不是你给予你自己的 因为即使你没有房产 你仍然有房子住啊 最主要的不是说你又没有这个房产 最主要的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 他是不是开心的 他是不是富足的 而是否要有房产 是房地产商 是社会 是国家灌输给你的一些思想 因为只有在你购房之后 你才可以被有更多的金钱的贡献 你才可以终身来打工 为这个房地产呢 所以亲爱的 你会看见很多真实的一些事情 看清楚之后 你不再为自己焦虑 你不再为自己去自责 而是做真实的自己 不会因为没有满足社会 或者说满足别人的期望 而去责怪自己 是做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不再去看别人的一些想法 包括父母的一些看法 在这样的一种能量之下呢 在年底之前 你会生活的非常的轻松自在 因为没有很多思想的一些包袱了 这是宇宙给你的祝福 这也是你自己呢 即将做到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在自己心情更加的愉悦 没有任何的压力 没有任何的压抑的情绪之下呢 你会去释放你自己的期望 并且去接收生活人生 给你带来的惊喜的 你会期待很多奇迹的事情的发生 当然如果你期望自己 到40岁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你真正的价值观是自由 或者是慈善的话 那么你很可能就是在自相矛盾了 你很可能就是在背道而驰了 所以在接收人生给你的惊喜之前 你会开始去看清楚自己的价值观 会开始看清楚 你真正想要的幸福是什么 每个人的梦想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幸福的标准定义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可能你母亲的幸福 对于你来说是并不让你真正喜悦的事情 但是你的幸福也许是你母亲 又不认可的事情 但是做到自己尊重自己的价值观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经常在乱购物 你经常在乱消费 如果你对钱并不是很珍视 那你其实是并不是很真正喜欢金钱的人 那么你要看清楚你到底是喜欢怎样的一种快乐 你想获得怎样的一种成就梦想 当你清楚之后呢 你可以向你的守护天使祈祷 并且选择与你价值观相同的梦想 你的守护天使他们会帮助于你的 他们会听到你的祈祷的 特别是在年底之前哦 这是他们给你传递的讯息 去传达你真正灵魂深处 不去失去信心 相信宇宙 相信你的守护天使就好了 请相信他们会帮助你去锻炼这样的一种正念 另外呢 有时候请接收生命人生给你带来的惊喜 正所谓惊喜就是在你的意料之外 认知之外 这是一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不去控制 不去计划 不去设想 比如说尝试在一个晚上 你没有任何计划的走出家门 你没有任何的餐厅预约 你也没有任何的议程 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就这样随意的走着 也许路过了某一个 上帝也许路过了某一个地方 你想走进去 也许走进去之后 你会发生一些意外的 没有想到的一些奇妙的事情 也许认识了某一个非常志同道合的陌生人 也许看到了很期望的一些事情 也许看到了很美妙的一些状态发生 或者是你可以开着你的车 漫无目的的走着 但是开着开着 当你想开进某一个场所之后 也许会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所以宇宙指引你去做没做过的事情 会更容易让意外惊喜 在自己接近你的人生 并不需要时刻的注重着安全 时刻都是要有计划 要有规划的 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尝试的任何的一些事情 去品尝没有品尝过的任何的食物 去看一些自己没有看过的任何领域的这种专业 去学习一些自己没有学过的文化 等等的在你不断去打开自己的思维 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之后 那么你将会收到宇宙给你的惊喜的 这也是宇宙给你强有力的礼物的祝福 去尝试一下吧 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需求需要这张牌卡 你自己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在年底之前会有人想黏着你 或者是想占有你的时间或者是经历 也许是你的同事 也许是你的家人 甚至可能是你的前女友 但请设定界限 也要学会拒绝 在许多情况之下呢 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哦 我们拒绝别人 或者是我们说出不这些字样的话呢 就会对别人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可能就会让我们自己呢更加的泪疚 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做错了什么 可能会让别人指责我们是自私的 让我们觉得我们太过于的这种 不顾情面了 自我照顾了 但其实拒绝 say no 这些都是以尊重的方式在传达你自己的界限 并且也会清晰的去传达一些讯息 你不要为别人的感受去负任何的责任 当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当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 请不要忽视你内心的声音 不要因为别人希望获得你的帮助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虚荣心 然后呢就去做一些你非常不开心的一些事情 你必须设定人与人之间健康的界限 你必须要有自己独自舒服享受的时间 并且呢要在人际关系上面去建立一些相互尊重 平等的伙伴关系 即使跟你的恋人之间 你也完全可以say no 即使是父母需要你的一些帮助 你也完全可以say no的 希望你知道哦 你要有自己的界限 你也要有自己的原则 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 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你可以做一些善意的或者是圆滑的一些拒绝 但一定要讲出不这个字 永远不要去假设对方知道你的感受 你必须知道如果真的是你朋友 或者是尊重你的人的话 当你说不的时候呢 他们依然会尊重你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改变对你的喜欢 而改变对你的尊重 如果当你拒绝say no的时候 而这些人呢去抱怨你 去责怪你 去指责你 或者他们不再去跟你联系 那这些人你完全不用去尊重他们 你完全不必要去理会他们的感受 因为你完全是可以跟他们断绝关系的 因为这代表着他们心底 并不是很尊重你的 所以亲爱的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最终会消耗你自己的经历的 你可以支持别人帮助他们 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是完全满足他们并不是你的工作 在你心情好的时候 在你有时间的时候 在你力所能及的时候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 但是当你自己繁忙的时候 当你自己没有时间的时候 当你自己不想去这样做的时候 那你就完全可以去拒绝 我知道与别人划清界限并不容易 但是在年底之前 你必须学会这样去做 因为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 而原则而界限都是建立人际关系 健康快乐的基础的 所以呢 在年底之前 你会更加的感觉到坚强舒适和独立 只要你更加的尊重自己 只要你更加的保护自己 只要你更加的去爱自己 当你好好的爱自己之后 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所以不要因为去帮助别人 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一个部分 首先你自己的健康 你自己的利益是在第一位的 因为只有你自己在最好的状态之下 你才会给别人好的能量 好的状态哦 看到呢 你是会去做这方面的改变的 接下来第四张牌卡就是风险 在任何的事情之中呢 我们都要保持着好奇心 我们都要保持着冒险精神 有时候呢 只要你觉得在一次风险之中 是可以去学习 是可以成长的话 那么这次风险就是成功的 也许这个结果并不在你期望的结果上面 也许在当下你觉得是失败的 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你会看到你成功了 你成长了 你有蛮多的经验 蛮多的这种吸收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中 没有任何事情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失败的 只有在这件事情之中呢 你是否感受到喜悦 你是否感受到不后悔 你是否感受到问心无愧 你是否在成长 在进化自己是有学习到的呢 所以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任何事情吧 更加的大胆 更加的无所畏惧 只要不影响到你生命的寿命长短就好了 除此之外呢 在你想做的任何冒险事情之中 请保持积极的能量 不要去赌博 那不要去损坏别人利益 不要去伤害他人 不要去犯法 其他的事情 你都是可以去在一种冒险的状态之下的 这样的话呢 你不断的冒险 你不断去做新的一些尝试 你不断去做新的体验 你的人生就会很有趣 就会很好玩 而你自己呢 也会激发更多的潜能 看到自己很多不同的一面 会更加的勇敢 会更加的大胆 在未来 你也会有各种方方面面 不同的技能 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经验 你经历的越多 你去体验的越多 在你自己老年的时候呢 你会更加的有活力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舒服 更加的快乐的 所以亲爱的宇宙啊 已经在给你很多 非常有力的指引了 那这边呢 也可以看到哦 你将更加的有冒险精神 你将更加的去注重自我的需求 你将会受到一些意外之息 你也会成为一个很有魅力独特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我们先来展示一下所有的牌卡 可以看到我在年龄之前呢 你的运势是不错的 你自己是有蛮多的一些变化的 思想行为模式上面都有蛮多的一些经历哦 第一张牌卡就是权杖士 在你的工作之中呢 你会受到一些赞赏 你可能会在自己的工作层次 或者是团队之中呢 获得更高的一个位置 也许不一定是说 你会到达一个经理的职位 或者是团队的leader 但是很可能你会成为一个核心的人物 是在很有核心竞争力 是在承上启下这样的一种能量的 那身边团队中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同学中的人呢 都会更加的高看你一等 会看到呢 你更加的有能力哦 会看到你比他们想象中的实际上更加的有才华 而且你也会成为别人的榜样哦 如果你继续按照你现在的工作方式工作的话呢 可以看到你会一点一点的进步 别人呢 也会一点一点的肯定你 除此之外呢 虽然可能在年底之前没有低谷 但也可能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不过呢 你的工作都是会顺利完成的 期间呢 出现一些小小的障碍挑战 都是可以很顺利的去克服 你都是可以挑战成功的 你会让自己做的事情呢 变得越来越容易 除此之外呢 在你的工作团队计划之中 你会计划的很好 你也会看到 你即将收获到一些好的回报的 在年底之前 如果可以的话 多去参加一些聚会啊 多去参加一些派对啊 你是会有好的人员运势的 可能会接触更多的一些人脉 可能会去认识更多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能会让自己呢 有更多的一个地方展现你自己的能力 现在呢也是和朋友一起朝着共同目标 努力的好时机 如果在年底之前 你的朋友去参加各种聚会 想邀请你的话呢 你可以答应去参加的 只要在你自己心情比较舒适的时候啊 去参加应该会有很多非常难忘的聚会的 会让你呢 有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会有更多发展的拓展 或者是出现一些不同的机会 当然心情不好的时候 能量不高的时候 请拒绝参加 因为即使你去参加了 可能你也不会更多的享受其中 因为带着负能量去参加的话呢 不会给你带来更多有意义 积极的美好的回忆的好吗 这一点呢你要知道 该拒绝的时候就一定要拒绝 跟着自己的能量 跟着自己的心境去做事情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国王 在年底之前 你会遇到一个身份地位还不错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也许是一个商人 这个人呢也许是在做项目管理 也许是一个管理者 也许是一个忠诚管理人员 也许是一个经理哦 总之他是一个很热爱金钱 很懂得金钱价值 也是一个喜欢商业 喜欢做生意的一个人 也可能他是你所在专业领域的专家 这个人呢是有比较好的职业道德的 对金钱对周围的人都很好 都很珍惜 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管理者 也可能呢他同时在处理多一个项目 他是有很出色的观察能力和领导能力的 他也会是在有比较强的逻辑思考能力的 这个人呢他不害怕发生任何思想啊 或者是行为上面的冲突 他是希望跟别人有思想上面的碰撞的 如果别人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话呢 他会非常的珍惜哦 因为他愿意去接触不同思想 不同文化 那不同领悟度的一个人 他是希望呢自己 他很珍惜人才 他很珍惜才华 除此之外呢这个人他也很热爱动物 很稳重 很有力量 是一个蛮有责任心的人 看见这个人呢 他会想要保护你 或者是他会想要提携你 他会想要激发你的才能 总之你会遇见一个像五角星国王这样的一个人 出现在你的人生中 他可以成为你的贵人哦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是会有贵人运势的 这是宇宙给你的礼物 当然你可以多多的跟一些有智慧 有成就的人一些联系 你可以倾听一下他们的一些意见啊 倾听一下他们的他们的想法啊 去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一些经验呢 不一定说他会给你带来金钱 或者是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 但是呢 这种对你的帮助 这种对你的贵人哦 可能是在于你思想上面的一些开悟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平台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机会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资源 总的来说呢 保持着自己的谦虚 保持自己的好学 对你来说绝对是没有错的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多一些互动 多一些这种有礼节 有礼貌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 表达出你的友爱 表达出你的这种支持 表达出你这种感恩之心呢 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好的运势 好的人脉 好的力量的 好接下来 权杖时的正位哦 在我们的工作 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肯定会出现压力的 肯定会出现自己筋疲力尽的时刻 也肯定会有消极的能量 因为月有阴晴缘缺 人有悲欢离合 那我们月亮 它是由满月到新月 是有这样的一个周期的 所以呢 能量也是在这样一种变化的 在我们的人生之中 我们不可能随时都是保持在很积极 很正向的能量之下 我们也会随着磁场 地球 月亮 宇宙的这种磁场的影响 能量的改变 我们也会出现低落的情绪 我们也会出现这些 不适应不舒服的时刻 但是正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时刻 可能正是出现你做错事情 或者是出现一些误会 或者是出现一些挫折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 你才会去做反省 你才会看到自己有哪些地方不足够 你才会看到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也许在年底之前呢 还有人会出来告诉你 或者是你的经理 或者是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父母 告诉你有哪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够好 你需要调整 在当下也许你会觉得有一些质责 你会觉得自己犯错了 被批评了 但实际上你必须要珍惜 直接讲出你不好的人 正是因为有他们给你的一些提示 给你的一些指点 才会让你更多的进步 才会让你看到你可能没看到的一些东西 才会让你不断的去激发你自己的潜能 所以亲爱的 当你出现错误 或者是当你出现消极的时候 不要去责怪自己 要去保持正念 积极的去做一些思考 积极的去做一些行动 去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 去改正身上的一些毛病 并且呢 让自己可以像这个道调人一样 道理的用全新的角度去看整个世界 其实你可以保持在一种放松自在的状态 因为你的头脑里面的这种思想呢 是不会大声的讲出来 影响到别人的 而且呢 你已经经历了不快乐了 为什么不嘲笑一下自己呢 为什么不幽默一下自己呢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 使劲往这种焦虑的情绪里面塞进去呢 所以亲爱的 人生中一定会出现一些困难 一定会出现一些选择 一定会有挑战性的情况出现的 但是呢 你一定会找到解决的方案的 宇宙指引你 无论出现任何的一种情况 你都是可以从中突破冲突本身 你都是可以从中呢 吸取到更多不同的一些新的角度 你都可以突破瓶颈期的 请你只要沉浮于宇宙就好了 一切的不如愿都会去展开 都会被消除的 所以宇宙呢 也告诉你哦 不管当下或者是未来出现任何的困难 相信自己 只要你仍然保持着开心的状态 清醒的头脑 积极的力量 你是可以让自己转危为夷 你是可以让自己雨过天晴的 因为你是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你是可以去重新评估的哦 你是可以选择到更多好的一些想法 更值得你的期待的 除此之外呢 在最近哦 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些金钱 或者是财务上面的一些牺牲 或者是财务上面的一些计划 你有没有借钱给别人 然后再也找不回来了呢 你有没有在金钱的一些支出上面 本来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 但是没有得到回报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方面的 金钱流失的一些问题哦 但是从中去学习就好了 因为它已经流失了 现在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些办法回来 但是如果你一直纠结其中 这些事情的话呢 不会让自己有更多的进展 反而一直处在一个小极的能量里面 不如说从中去学习 利用这些事件让自己更加的成熟 让自己更加的成长 反而把这些挑战的变成未来更多的一些机会哦 让你对钱呢 不要出现任何的沮丧状态了 换个角度去看情况吧 也许你会觉得会 未来出现有失必有得 可能你借的只是一小部分的钱 可能你看清楚了一个人 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格 他是否对你是真心的 也许在有些产品上面 你可能或者投资上面 你投资了一小部分钱 但是呢 现在损失了 让你是及时止损了 以免未来呢 有更多的一些损失 所以任何发生的事情 其实他都是有意义的 他都是有好事的发生的 所以宇宙告诉你哦 在灵力之前 思想上面 你会有大的一种突破 你会让自己更多的看清事实 并且呢 从中吸取到更多的经验 让自己呢 会更加的相信 好运即将到来 我们这边出现了 女皇这张牌卡 并且他在最后 也代表了 你现在正在你生活中 处在一个非常美妙的位置上面 你会感觉到安全 你会感觉到丰富 你也会感觉到爱的 如果最近你可能 开始了一个很有创意的项目 那么你会看到 他会蓬勃发展的 那请你与你的感激之情 保持联系 并可能多的去表达你的这种感激 你会感受到更多的丰富 可能是不同形式带来的丰富 带来的精彩 但是最终呢 你会感觉到这种宇宙是爱你的 宇宙对你是公平的 你会获得你相应的一些收获的 也许现在在某一些地方失去了 但是在未来你会在其他地方得到补偿 所以呢 你是会得到很公平公正的对待的 除此之外 看到你在年底之前你的灵性呢 也会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在美丽 与和谐之中运用 你会无条件的感受到安全感 也会显化你自己的力量 会让你自己呢更加相信你的价值 并且充满信心的前进的 而皇后呢 她本来是一个和养育和爱相关的 圆形的牌卡 如果你处于一段忠诚的关系之中的话呢 代表着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个新的水平呢 也许是建立家庭 也许是呢 是你们有 会有孩子的生育 那么你会是有一个稳定的 爱心的 美丽的 热爱生活 美好事物的伴侣 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的话呢 你很有可能在点击之前 会结识新的朋友 这种新的朋友 也许是在社交之中 也许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中 你们可能会共同分享创作的激情 一起享受 舒适的时光 那也可能会从友谊发展成为爱情 但这个需要一段的时间 先建立美好的互相尊重 分享美好生活的友谊就好了 除此之外呢 有的朋友可能在年龄之前 还会选择在家工作 或者去从事时尚啊 美容行业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 其实你是可以实施的 你是可以去追随你的热情 追随你的激情 并且保持着信心的信念 最终你是会获得努力的回报的 在你的人际关系之中 在你的团队之中 你都会去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呢 在年底之前 你自己会很漂亮啊 会很帅气 那看着呢 是会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状态 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呢 也是会很和谐和睦 你的朋友会仰慕你 并且和你呢 一起享受阳光 一起享受生活 你跟朋友呢 你们会可能去 一起去旅行啊 一起去户外走一走啊 一起去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一起去滑雪啊 等等的 可能呢 你的生活将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精彩 你也会吃得更加的健康 你也会有很充足的睡眠 去大自然中晒一晒太阳 你的身体呢 都会感谢你 都会感觉到很舒适的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呢 会有蛮多幸运事情的发生的 只要你保持着感恩之心 只要你保持着期待之心 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生活 出现任何的困难 都保持正向的一个思考的话 你就会获得宇宙给你的礼物 幸福的丰盛的生活的 好 亲爱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